我們來上課好不好 好啦 因為很多人在問說低音怎麼唱啊 常常會低不下去 假不就要怎麼辦啊 對 為什麼有人可以那麼低 對 而且 低不下去或低下去那個聲音共鳴不好聽 也很困擾 為什麼有人可以到地下室第五層 都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可以什麼辦法嗎 問一下老師 來 我們請教李明洋老師好不好 來 我先上去 來來來 歡迎李明洋老師 我覺得依辰剛剛是贏在 他唱那個歌仔戲的 那個把聲音整個張力拉開之後 然後又要唱第一個下歌的最低音 整個最低音那個是最難的 因為我們的聲音 牛鬆了之後 然後要下來其實是很難 所以其實低音是真的非常難練的 因為低音你如果說 我們要拓張我們的音與高音 那可以支撐一直去 可是低音很難練 所以我覺得說 我就一直研究研究一個方法 就是傻笑低音練習法 因為通常我們在唱低音 就是沒有一個支撐點 對 對 你如果說你在唱的時候 傻笑的時候你會怎麼唱 對 傻缺 對 就是你會感覺找到一個支撐的地方 它好像在橫隔膜跟肺中間 對 所以你會發現你在唱的當中 我們才會成員 表示怎樣 表示那個聲音的掌握度是 是這樣 主比 主膽 般 還要チャ 對 有沒有 沒有老師你可以這麼低都還有聲音 我那麼低已經是沒有聲音了 對 因為我常傻笑 因為要練這個笑 有筆足疼拍眼睛 對 有笑容 你看 表情是笑的 對 尤其是猴音了 對 就是說你在一般我們在家的時候 你會覺得因為台語很多都是低音的共鳴 真的很難練 你如果低音如果能夠把它唱出來 其實歌曲的情感會非常好 所以說這個 因為低音的話 你真的找不到支撐點 用笑聲比較可以把它壓下去真的 對 好 我們可以請怡辰唱一下 剛剛姚文老師那首歌 它第一個 其實第一個音就很難唱了 你嘗嘗看 在白天 連這齣齊情愛 然後你笑一下 愛 真的更低 就是說其實這個方法 就是讓你去找到位置 就是一個支撐點 所以你在練低音的時候 萬一你練不下去 你稍微停下來 是 邊唱 然後邊笑 然後去抓那個清唱那個點 如果你有抓到那個支撐點 其實低音就會進步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傻笑喔 低音練習法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